如何做到进赌场赢钱或不输钱? 赌场不是妖魔,却因为人们不知赌不懂赌而变得可怕。 其实,就算赌场真的是妖魔,也完全不用紧张。 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掌。 在赌场里,赌客完全不用担心赌场使手段。 赌客真正应该担心的是自己有没有在赌场赢钱的本领。 正是赌场,赌场从没打算过要让赌客久赌赢钱, 例外的只有极少数精通赌博的职业赌家。 赌客能够真正认识赌场和在赌场里混的时间长短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相反,完全有可能,一个赌了几十年的老赌客可能也还没有搞懂赌场究竟是怎么回事。 成功的,经得起检验的,真正能久赌必赢的赌法也不是随心所欲,想要就有。 和赌场想赚赌客的钱一样,赌客想赢赌场的钱本也无可厚非。 赌博世俗里知识的应用,也是一门学问。 当你掌握战胜赌场的力气之后,你将会看到赌场也有慌张,也有尴尬狼狈的时候。 比如刚刚过去的2023年,我们人潮汹流,博彩业重拾辉煌。 但偏偏唯独星豪,在其他赌场都盈利发财的情况下,星豪竟然处于令人大跌眼镜的亏损状态。 星豪国际发展公告称2023年第三季度受贵冰厅业务影响而亏损。 2023年四季,有公告说受到盈利偏低而导致业绩低于预期。 为什么星豪盈利会偏低? 为何星豪的盈利这么尴尬狼狈? 无他,这说明了在赌客如潮的情况下,星豪与赌客的博弈中竟然输了。 赌客连续两个季度战胜了星豪。 毫无疑问,星豪遇到了不少银钱能力很强的高手。 这些银钱能力强的赌客,实际上就是掌握了能够经常或者阶段性战胜赌场的力气。 赌场里的所有秘密其实都在这精巧设计的赌归上。 赌归是智慧和知识的结晶,知识只能被掌握,不能被打败。 所以说,掌握正确的赌博知识,这是战胜赌场的第一步。 找到赌归上的漏洞,这是打败庄家的关键。 赌博活动不是像叔叔盈盈那样看起来没有规律。 九赌必输说明了他是有规律可循的。 赌客的对手不是赌博游戏本身,而是这些赌戏所遵循的原则和规律。 赌博游戏无一例外地遵循了概率论所揭示的原则和规律。 随机试验的规律就是赌博的规律。 不知其中奥妙又岂是赌场的对手。 有人开赌场成了亿万富翁,更多的人却由于进入到赌场而家伙人亡, 让赌场练就不败之身的正是那一个看似能明白的赌柜。 赌客进攻赌场的真正武器是赌博理论和正确的策略。 把筹码称之为子弹又未尝不可。 只要赌客在赌台上能够放松心态, 能够分配好自己有限的筹码子弹即使中坚持运用自己制定的策略性进攻原则。 这样就能以小博大,刀载巨大数。 赌客在赌场通常有两种类型, 即赢不起输得起,与赢得起输不起两类。 赌场如战场,资金就是你的士兵, 在赢钱的情况下才能从容地投入战斗。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败兵先败而后求胜。 要胜之而求战, 不能战之而求胜。 对待输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 一种适赢不起输得起, 是小市民意识很重的一种下注法。 往往适赢小钱输大钱, 非常的不可取。 另一种适赢得起输不起, 又称为连赢要冲, 连输要缩。 连赢要冲, 连输要缩对待损失的态度, 不是要想方设法地规避, 而是要坦然地面对它。 攻守注麻法基于正收益律的原则, 把赌博理论和赌博心理相结合, 既不激进也不保守, 攻中有手, 手中有攻, 攻守兼备, 十分稳妥。 实施分配制的筹码控制, 是规避短期风险, 避免失败的防御策略。 在赌场里, 只要按照正收益律原则, 顺应赌博的规律做正确的事情, 盈利随之而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就是赌博的最高竞技, 即九赌场赢。 但现实中, 绝大多数赌客都是毫无章法可言的, 赌客任何投机取巧都不可能改变赌场赢输的百分比。 因此, 现实中大多数赌客成为输家就成为常态, 也因此我们看到了澳门赌博事业的兴旺发达, 长胜不甩, 赌博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 因此, 少数固执的聪明人就会在赌场里屡输屡赌, 有屡败屡战这么一个典故, 反映了坚韧不拔这么一种精神。 虽然屡输屡赌也精神可嘉, 但的却是自己的钱在吃亏。 赌客要深刻地了解赌博内幕, 掌握正确的赌博理论, 才知己知彼, 才是在赌场长盛的关键。 赌场里的赌博就就相当于是棋局中的一个定时, 高手才能看出来, 职业赌客会选择收益率大于零, 稳操胜券的赌群, 而赌场里的多数赌戏都是赌场胜券在握里, 普通赌客却没完没了的一批批沉沦下去, 甚至有一些赌客赌成了病态赌头, 做成这种结果, 不仅仅在生理学和心理学, 也在数学上, 他们误以为自己和赌场赢得机会的差别不大, 以为自己有可以轻易挑战赌场, 具有科学的, 健康的赌博知识, 才能抵制与生俱来的赌博冲动, 这样筑起来的防线才是牢不可破的, 完全从根本上认识赌场, 掌握科学和健康的赌博知识, 就有了抗病态赌博的免疫能力, 因为赌博直接和金钱有关, 赌博才有了一种可怕的魔力, 赌场不怕你的运气好, 赌场只怕你懂科学, 掌握了科学和健康的赌博知识, 你就可以在赌场赢钱, 在赌场赌博就要有自我约束力及策略, 自我制约,赌钱要有原则, 赌客要事前制定好自己手上筑马的运用, 策略上要有如果赢, 又如何去处理筑马, 输时又如何去处理两套方案, 然后在赌场上就落实执行, 不偏不赢, 不受个人情趣的影响, 早先定下的规则要自律遵守, 赌钱最怕失去理智, 赢钱时又想赢更多, 输钱时又筑籍翻盘, 以至于越赌越大, 心越赌越红, 此现象就是一般赌客的心态和通病, 很多人就是没有定下赌钱的原则, 被贪婪与恐惧影响了个人的下注方法, 从而导致输钱输心态, 如果你没有原则或没有自律性的进行美脑投注, 那你最终只会输掉大部分金钱, 甚至输个金光, 每个赌客的经济能力, 风险承受力也不同, 所以赌客下注时一定要量力而行, 投注过程中懂得耐心忍守, 克服贪婪与恐惧, 做到知行合一, 顺时冲, 逆时停, 果断止赢止损, 见好就收, 这样才能做到进赌场赢钱或不输钱, 成为真正的赢家, 不赌为赢。